晚上好 我是威命 欢迎收看11月14号晚间的百格大事记 针对早前有本地国际酒店 禁止女牧斯林带头经课题 旅游部长纳兹里今天斥责 这是没有教养的行为 他指出 在他人的国家就应该尊重当地风俗 这也是属于歧视行为 而我国宪法阐明禁止歧视行为 不过纳兹里并不相信国际酒店会违反人权 换个焦点 根据南洋商报独家报道 政府正在考虑赋予国家语文局权利 对没有正确使用国语者 包括在网站没有正确使用国语的广告 施以最高1000令吉罚款 对此 纳兹里表示赞同 并说 每个国家都有本身的国家语文 如果到了不尊重国语的地步 还能做些什么呢 同时他也不想国语沦为次要语言 不过就有网民质问 何谓正确国语呢 并点出 很多马来人都无法正确使用国语 这样只会扼杀语言的发展和进步 逼人用其他语文 接着有网民因为分享张声文被骂视频而被扣的消息 这名48岁的华裔果农李天才 昨天录取口供被扣之后 今天被带上官单法庭 获准延长扣留两天 据知 警方原本要申请延长扣留四天的 以对当事人进行盘问 但李天才代表律师向法庭提出抗议 才没有获得批准 警方是援引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扣留李天才 一旦罪成 最高可罚款5万令吉及监禁一年 或者是两者见失 那么到底网民分享这内容有没有触犯法律 来听听律师怎么说 接下来有体育消息 你是不是也没想到意大利竟然会无缘世界杯正赛呢 曾经夺的四届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 星期一在录选赛欧洲区附加赛第二回合当中 以0比0占平类点 由于他们在第一回合当中落败 所以以两个回合的总比分0比1被淘汰出局 无缘进入明年的世界杯正赛 而这也是意大利从1958年世界杯至今 60年以来首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 赛后三位2006年世界杯冠军功勋 不封德罗西 鲍尔扎利以及基耶利尼 因敢伤心和遗憾集体宣布退出国家队 至于主帅文图拉 则在一片虚声中未成绩致歉 但否认自己在赛后辞职 最后有娱乐消息 香港警匪片向来受弱 记早前的追龙 另一个同样讲述香港60年代 警探游走在黑白两道 名为风在起时的警匪片 昨天开拍 当中最大卖点就是 郭富城和梁朝伟这两位影地级演员 将首次合作 在电影中联手对抗贪官腐败 而另一位影地级人马许冠文也将参与演出 那么今天的大时期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